到現在要輸葉 如果在春天 它還沒有那麼茂密的時候 你可以留置 讓它生長 但是到了夏天的時候 如果你再不處理 它的生長就會快速 將一些夏胃葉 有沒有看到比較 這些 比較暗綠色 它就會很容易交替 到達公房 然後這些一定要處理掉 要撿到哪裡 所以呢 要撿到我們不要的位置 這個 我先撿到這邊 先給各位看 它葉蟲是不是出來了 再來 如果這個葉蟲你看 它的生長 太過了 不是你要撿到這裡而已 你可以往下再修 修到哪個階段 修到你認為它的葉蟲 在那邊就可以 停止生長 這兩個被我修剪 這個下一吋的位置 兩個葉蟲 有差別嗎 沒有 對不對 好 再來第三個 我們再往下撿 看到這個葉蟲 它的葉蟲的高度 也沒有之前那麼貓咪 所以呢 我們只撿到 我們要的點就可以了 再來這一個 這個 這個呢 看一下 是不是拉高了 拉高了以後 我們要撿到 大概這個位置點就可以 讓它再分齊 讓它分齊點至少有兩個以上 我會留三個牙點 你看到我撿那麼多 這個葉蟲跟之前的兩個葉蟲 差異性有沒有差很大 沒有 你還可以 再向下撿 好 這個葉蟲 是不是 以後還可以從這邊 分齊出 兩個分齊點到三個分齊點 這樣了解嗎 這是頂牙 以後呢 我們每一個葉蟲要呈現 都要一朵一朵 好 往後 往後 再來我們看一下 它生長周期 達到某個氛圍的時候 變長了 有沒有看到 變長了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篩選了 之前教你們的 要留置 哪一些代資的分齊點 你要留到哪裡 1 然後 2 3 或4 都可以 我覺得到3 就好 前面這些就不要 直接就修掉 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的分齊點 從這裡分枝 這裡 這裡 然後上來 到這邊 我也是要到這個點 像這裡分齊了以後 你要看旺盛的代資 有幾個 留到 3到4個分齊點 就OK 好 這些 它的生長周期 就會被我們抑制 抑制好了 它會將 所有的養分 再分攤到別的地方 等一下 你們要自己 好好看一下 觀察 哪一些點要修剪 哪一些不要修剪 再來